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再给你一刻钟 快了 要是那么好找的话 他就不是冯夕了 紫月 组 Georgia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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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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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来了 我全都想起来了 殿下 殿下 殿下还恕罪啊 殿下还开人哪 这 家父他 呸 陆远潼这个逆臣谋反 小人从未参与啊 小人只管吃喝玩乐 对啊 对天下大事什么的 从不关心 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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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无所知你还能给冯夕送降书啊 这个 小人 小人只是听命行事罢了 这么说 你不光是个傀儡 还是个废人 那你活着看看 不是 不是 殿下饶命啊 殿下 殿下 小人确实知道家父暗地里 干的那些坏事 但是 那些所有的事 全都是 被冯夕所报的 笑话 冯夕他再狡诈 他也没这个能耐 不是 殿下 您有所不知啊 冯夕真正的身份 是明家的余孽 是流落民间的二皇子 此事李语柔可以作证 他还曾向家父出事过 冯夕所藏的玉玺印记呢 李语柔 是 死无对证 你怎么说都可以 不是 不是 殿下 殿下 这个 您想 冯夕为什么对祥叔如此在意啊 为什么这么卖力的 为明家翻案 小人跟家父 只不过是冯夕手中两枚棋子罢了 我现在问的不是冯夕的事 不是 殿下 冯夕才是一心想夺地位的人 他才是你的敌人 张翠 打到他不能说话 再把他押回去 不是 殿下饶命 殿下 先把他关到玉风阁 我自有安排 是 听闻三殿下自幼桑母 是明贵妃抚养长大的 难道对明家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难道真的相信明家通敌卖国吗 若不是你的处处猜忌 我和文大人何苦 掩着出贪污被贬的大血 晚夜被贬 一来是为了掩人耳目 二来是以局外人的身份拿到小书 再借由你的手交给陛下 今日的事 确实是我不辱不中 但杀文业的人 绝不是我 新阳 要是朕说 明家旧案理当尘封 追查旧案者 杀无赦 你当如何 儿臣 原先不明白父皇的苦心 如今蒙父皇亲自点拨 自然是遵从父母 一切 为父皇马首是朕 好 这才是朕的好皇子 你这就没有抓 尼封 你不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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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想不懂我 你不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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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印记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不是又动用了玉笛的力量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四宅的机关只有我知道 但你去引用陆远潼去触发机关 除了玉笛 我想不出第二种方法 什么都瞒目过你 你逆转时空 必定是看到了不想看到的东西 是定远之论又爆发了吗 不是 那我倒要看看 除了这件事情 还有什么事值得你动用笛子的力量 去逆转时空的 我想要你活着 你不想知道你是怎么死的吗 你不想知道你是怎么死的吗 不用想 一定是为你而死 你不想知道你是怎么死的吗